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继续受控告的话 我们是不能亲近神 不能听到神的声音了 因为心怀恶意的罪了 所以这并非是神不怜悯 或不帮助我们了 但所谓什么是心怀恶意的罪呢? 首先第一种罪就是私欲了 雅各书四章一节说 你们中间的尊战斗殴 是从哪里来的呢? 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 各位 其实人亲近神 不是他们用口或是心来对神的诚恳 有些人祷告或唱歌的时候很诚恳 但是还是在亲近神方面失败了 因为他们内心里面的私欲隐藏起来 私欲是叫人多得的 得什么呢? 比如说得人的赞赏 得钱 得名誉 得舒服的人生 得顺利 得人的爱和理解等等 所以主承说 为我失去的反而要得 要得的反而是失去了 那第二种罪就是与世俗为友 这是雅各书四章四节说 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 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 其实各位 与世俗做朋友 就是跟这个世界的人一样 这个世界的人喜爱的你也喜爱 是人哭的你也哭 这个叫世俗为友了 那第三种罪就是自以为义 这是雅各书四章十一节说 弟兄们 你们不可彼此批评 人若批评弟兄 论断弟兄 就是批评律法 论断律法 你若论断律法 就不是遵行律法 乃是判断人了 各位 论断人讲的就是自义 所以跟人在一起总是我对你错 这样的人其实是在论断律法了 那第四种罪就是自己的计划 这是在十三节到十四节说 你们有话说 今天 明天 我们要往某城里去 在那里住一年 做买卖得利 其实明天如何 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屋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各位 我们人都有自己的计划 像是孩子的计划 工作的计划 钱财的计划 生活的种种计划 然后希望主可以成就 但是到头来 还是自己要掌控 所以各位 从这四种的罪来看 都是叫我们无法亲近神的 那么我们要怎么从心怀恶意的罪走出来 得以亲近神呢? 首先主说 要洁净你们的手 要清洁你们的心 这换句话说 就是真实的悔改了 手是代表行为 心是代表信心 我们千万不要将这两句话分开来 一个真实悔改的人 绝对不会将行为与信心分开 有的人说 我对神有心就好 但动不动不来崇拜 行事为人都以世俗为念 他却一直保留在自己的 有心就好的观念 但另外可能也会有人说 他有行为就证明他的信心了 但圣经也说 要清洁我们的心 因为恐怕人带着动机 只将行为行在人前 这样便无法讨纳住在我们内心的主喜悦了 所以 从心怀恶意的罪走出来的人 是先要正直 不可将行为与信心分开 无论是手或心 都需要被神的真道洗尽 那现在我们知道罪在哪里 而完全懊悔 也蒙了主的怜悯 但是如果你的心还受控告了 那怎么办呢? 你知道主为你死 但你还不能致死罪 怎么办呢? 所以雅各书四章九到十节说 各位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要与引诱我们的世界和肉体征战了 这个世界会灭亡不是因为犯罪 乃是在罪中从不愁苦 悲哀哭泣 反倒天天喜笑与欢乐 试想一个心怀恶意的信徒 若不因自己天天受到的试探而愁苦 悲哀哭泣 反倒可怕活在地上能更加安逸 更成功 更富裕 他这样的心境 又怎么能够亲近神呢? 所以我们信徒 不要害怕苦难 不要追求安逸 也不要靠世界的方法来得解脱 主在祂的主权里面 许可我们经过的 都是叫我们得益处的 其实虽然我们在这个地上 有各种的试炼 但若你每次想到 主会再临时 其实这叫你更喜乐了 因你知道这个肉体 都是至赞至轻的 万物都是在叹息的 天天都是在这个肉体试探我们 所以你想到主快来 你反而是最喜乐 最荣耀的 所以让我们通过愁苦 悲哀 哭泣 走出来 明白只有神的大爱 能够永远不叫我们失望 且要一生靠着 他的大爱来活 这样的人反而会看见 神施予更多的恩典 使他在谦卑中被升高了 所以各位 圣经是从来没有 给我们解禁的路 圣经给的是炼禁 被成圣的 就如主耶稣 为门徒祷告说 求你用你的道来 成圣他们 主的道就是真理 唯有真理来光照 对付 来成圣我们 那时我们的罪 逐渐被约束 与压制了 所以弟兄姐妹 但愿主的道 继续释放我们 也光照我们 使我们都一起 被解禁 被成圣 然后渐渐 从心怀恶意的罪 走出来 那时你便能够 更亲近神 神也必亲近你了 祝福大家